欢迎收睇《要财财健台》的新美嘉宾 来自《要财政血》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樊伟豪先生 来到每周一局的环节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星期Rafi的推价 9.5.1超威动力 恒指方面,今星期表现比较反复 最终以中五的收指价来说,只是跌了40点左右 但超威动力反而有得升,接近接近1.8% 问一下Rafi,你见买入价今星期见不到 是否仍然可以抵抗你见买入价去买呢? 当然,安全的价位都是4.462 自己理想的买入价去看 但始终我认为这个星期走势上比较美 对含指比较,刚才Nita说到,都升了1.8% 所以刚刚看过图,其实都可以将买入价量拖高一点 如果想去到现在买入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机会抵抗这两天,落到大概4.5 跌近20天线都可以变成买入 因为始终以下星期一,就要出分业绩 我相信业绩来说,之前都说过 是仍然比较看得好 所以到时来说,如果4.5买到的时候 仍然以5元做短线目标价 差8仙的利润,不要太犹豫 看好的朋友都可以在4.5元左右买入 好,来到全新一星期 我又想问你,今星期你又和我们推介哪一只股份 今星期推介一只利息,就是808云库产业信托 其实如果说到房产信托基金 通常大家都立刻想到领会 领会大家都知道就是做一些屋邨的商场 云库方面他们持有什么物业? 其实云库方面就比较特别一点 最主要是一些叫 最主要参与的物业 就是位于一些香港飞入新的商业地区 黄黄和长实其实是它最大的持有人 其实你怎样都可以告诉大家 所以其实背景上看,就不是说 一些都不信息的可以这样说 而当中来说,本港有七个物业 其中三个就是甲曲的写字楼 三个就是工商中的物业 另外就是传东的工厦 七个物业组成 可以租租的面积有122万平方米 另外有407个一个租租单位 以今年头半年才出了业绩 以中企业来看那个收入的分布 看回来的时候 其实相关七个物业 其实当中 红磡的都会大厦 北角的云库产业千禧廣场 和红磡的海明圈 其实这三个就是所谓的甲级写字楼 而另外一个 官堂的创库中心 潮流公务中心 和就是创库中心 和云库港场 这三个就是所谓的IO 而最后一个申报中心 就是黑色4%的工厦 所以你记得到 整体的甲级写字楼三座 加上计算 占了整体的收入来算 有六成流上的百分比 但我看到营光网也看到 其实甲级写字楼 都不是我们说中环、湾仔 这些很prime 的地方 反而都偏向在九龙区为主 而且你看到工厂大厦 都是新浦江或者是官堂 都占了两个物业 其实我知道九龙东 就是来着发展的重点 但是我看到那些产业 都不是甲级写字楼的地段 那我会说租金收入会差一点 反而一点 就成为自己比较想推介的第一个主人 正正就是他看到他的位置 就不像你坦说 在一些传统的商业区 譬如传统人员都知道 中环、金钟等等 都是传统的商下地区 反而刚才说到 混互旗下的七座物业 有三座九屋社支流 或者三座工商中学物业等等 这些都是俗称非核心的商业区里面 譬如九龙东 其他的地段 所以变相来说 反而我只看得比较理想一点 就是这样说 大家都知道 传统核心的商业区来说 出租率其实几乎全满 而且租金都比较高 所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选择的时候 如果很多企业要进入中环 传统商业区的时候 都需要挨贵租 所以我可以看到 今年头半年计 以核心商业区计 在一些调查或者统计的时候 其实相对的租金升幅比较多 由年初大概平均计 五十几六十元左右 其实上到之前七月左右 其实就去到十六十五元左右 所以变相说 升幅是一成的 更加大家都知道 如果以更加核心 或者更加优质地段 例如IFC等计算的时候 更加百几二百分尺租都有 所以变相其实 如果以企业角度考虑 要租这些位置 其实是比较吃力或者艰难的 但反而来说 刚才所说的一些飞入新地段 例如九龙东等地区 反而是比较便宜一点 因为过往回看 2008年 其实很多公司 已经在那里开始发展 但当时来说 外于公用量比较多 甚至乘租的租户比较少 其实公用量比较多 少少租户比较便宜一点 空置率也有三四成多 所以形成这个局面之后 反而近期吸引了很多跨国企业 其实是进入这些区域 所以到最近来说 其实空置率已经去到回升 只剩7%左右 更加来说 租金更加有明显的升势 其实刚才说到 云库期下 始终都有几座 在九龙东的地段里面看回 所以我相信 可以受惠得到 反而是一些企业 迁入非阿森地段的优势 没错 其实如果你乘车 经过阿森区走廊 你看回九龙那边 你见到越来越多 一些比较漂亮 比较高的商客 都集中在九龙湾 就是观塘这些地方 我见到好像政府 都有意打造九龙东 成为另外一个 比较核心一点点的商业用地 是的 其实政府之前都说过 接下来想做一个 启动九龙东办事处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 最主要就是想将九龙东 托展成本港第二个核心的商业中心 所谓九龙东的话 地段上去看 其实有启德的发展区 观塘和九龙湾三的地方等等 变相来说 其实政府都做了一些东西 预留了一些地方 去到兴建一些新式的商下 架空的铁路 甚至是启德游林码头 目求打造成九龙东 一个新的面貌 给大家看得到 而其实 只是说一些压外的例子 或者一些有趣的东西 就连之前六月份 胡锦涛访港的时候 其实相对 都特意去过 在这些发展区 了解当中游林码头兴建 或者这个所谓 启动九龙东计划的进程 所以变相来说 其实连中央都很高度重视 本港打造第二个核心地区 而另一边记得到 其实很多的本港发展商 其实见到这件事情 在去年政府推出两幅 九龙东的地皮 买地 其实成绩挺理想的 两幅地段 分别都以 超过40亿度 尺寸来说 超过4千元 其实买出了 分别由匯德丰 和内地一间楼房公司 去买回 以赤租4千元 在面值买回来的时候 当起源或者再租出去 买出去好 我相信价格 一定是再能够上升 基本上我觉得 云库好 或者相关在九龙东 有些物业持有的公司都好 其实可以收获得到这个计划 甚至乎来说 相关物业都会有升值的空间 没错 起码云库产业都在九龙东有一定程度 拥有的物业 但你刚刚提到 有一件事叫做工商综合物业 因为我看到有三个物业 都是这种类 其实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所谓的工商综合物业 其实有少少像写字楼 用途都是这样 但始终来说 问题的分别在于租户问题 因为写字楼可以没有什么限制 想租会哪一类的租户都可以租得到 甚至租金也有一个比较 宽阔的区间可以叫做离定法 但反而这一点 工商综合物业就回来窄一点 可能指定某一些类别的客户 譬如某一座的一些 所谓的工商综合物业 即Io来说 可能只可以租给一些IT公司 或者只是租给一些印刷公司等等 所以便上 在租户上有局限的时候 租金自然的收入层面上看 都会比较窄一点 所以这一点 原本可能叫少少不利于 就是 混户策略信托 但正正第三个推荐原因 就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 港府都有一个活化工压计划 其实在早两年推出了 所谓的活化工压计划 就是给一些 叫 刚才所说 这些Io的物业 即工商综合物业 以及 建成期超过15年 实际上来说 都是全资拥有的时候 可以入址申请到这个活化工压计划 这个计划有什么好处 或者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目的就是 将物业改建 建成一些写字楼 或者甲区写字楼 变相来说 租户上体可以较较 也变相租金上体 是有一个有利之处的 而来说 还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 这个活化工压 其实是可以分为两大类的 一来 当然是拆完之后 再建造新的东西 而以来 就是在原有旧纸里面 即是叫小小的翻身 或者配套上去重建 去到改用途 所以其实两者来说 最终的好处 都是可以租户较一点 或者租金上升会好一点 但是以成本角度考虑的时候 就是小小的改建是好一点的 因为小小的来说 和商工管理层都谈过 问过其他旗下的 比如说 云护广场 甚至来说 潮流工业公贸中心 这两座 是以日子或未来都会入市的 去做活化工压的计划 而他们的最主要目的 只是透过配套上的重建 或者改建 去做双限 所以他们不需要 成本上比较少 之余 最主要的好处就是 不用补地价 因为重建再起过的时候 要补地价 这一点不用补地价的时候 相关对他们的开支来说 已经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最终来说 一来自删刀成本之余 而以来最终的 可以改建完之后 租户选就更加之多 租金亦都比较多些 所以变相看望 租金有望上升 去到一成半至两成的增长 如果不用补地价 其实对公司来说 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 其实见到今年以来 有几只的risk升幅都不错 包括刚刚提过的808云库 另外领会的升幅 大家都知道一直都非常好 也不断创新高 其次领会就是778自负 我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要推荐这支云库 其实整个一中的risk 里面计算 好像你看到图表都知道 升幅每个都非常强劲 连最差的188云库 也有12云库 也有3云库 所以变相买哪一支 都可以说 股价上看差不多是稳赚 但是为什么都要选民库 一来始终从升幅上计 4成1左右的增长 其实变相在这个牌榜里面 是仅至于智库之后 所以变相比较第二 去到表现比较好 而另一点最重要 始终选了risk 都是在乎分派的首页率 因为很多都是全派 但是全派得来 究竟百分比计有多少 而看回民库方面 其实以股价升那么多 但是分派收率计 仍然有握达6% 其实是远省于 例如所说的领会 或者连智库都考赢了 只是仅次于冠军 所以不论股价变幅好 或者分派收率上面好 都是叫做排第二 所以整体平均来看 我会觉得整体表现计 是远省于同行 所以这一点 其实是稍微叫做最后一个 自己想推介的主因 你看到他连续四天 都在顶上 两个一毫二都受制于 我问一下Ralphie的意见 其实现在你见到市场上的 物业的价值越来越贵 无论是住宅也好 写字楼和工厂大厦 其实卖价都越来越贵 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因素 大家要值得留意 会不会市场上 可以识到的物业 已经越来越少 的确是 这个可能是一个小说的不利因素 就是未来短期里面 可能都比较少一些潜在收购 因为看回 的确如果义云库本身 即是叫基本因素上看 那就没有什么限制 去做收购 其实年轻过 可能他们连内地的物业 如果对的 其实都可以去做收购 但是外渔 而且以来 他们本身的负债都比较低 其实以刚刚中计算 只有百分之二十四 其实远低于香港 对Risk要求四成半的百分比 45%的百分比是在下面 所以他们有很多空间 可以做回收购 或者增大相关的负债 但是外渔 始终收购目标 都比较少 甚至他们收购得来 都要留下潜在回报 因为看回他们所说 分派收益率 现在有6% 所以如果他们来到收购目标 那个回报比较少 6% 其实已经不符合他们的原则 所以他们有找过很多物业 但外渔近期一来 好像在这一场讲 价比较贵 所以在回报上面看 可能大概2%至3% 所以形成来说 在比较低回报下 倒不如这一刻 就比较不收购 所以形成 短期半年计算 都会比较少一些收购目标 这可能稍稍为一个 比较不利的主因 而且以来 当然是有少少赖方股价 即是一直以来 都在高位运行 便是在升上这么多地下 未来还有一些升 或者短期内看 会比较反复 可能这也有少少的隐忧 没错 那你见到 都一直在顶两个1毫2 即是52周 都不止52周 都在近几年的高位运行 价格这么高 现在再买的话 你见到什么价钱可以买呢 当然价格不停在高位运行 所以都是以安全角度考虑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略低低一点 在大概2.03元左右 都可以叫买入 反而中市目标 其实这些都可以 持有中场钱 都没有太大问题 到时以2.3毛半 做上网价位 反而下面不穿条50天线 1.89元的时候 暂时不用急指示 始终经常说 未买楼的人 当然希望他跌多一点 但你越说越跌 其实市都不是这样跌 所以做这些房产信托的 基金risk 真的好着数 所以股价一直都越升越有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留意Rafi这个推介 好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麻烦你也要申报一下 刚刚提及的股份 你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有直播节目 不要走开了